他这只论瓢不论碗 一瓢面 哈喽大家好 庄哥 我又回石家庄了 身后呢 就是电视堂 今天啊 庄哥在一起吃一个面 说这个面呢 非常只好吃 剁椒面 这条就是体育大街 这正修路的是东港路 在这呢 只有剁椒 走 来 这挺多的啊 剁椒面好吃 对 剁椒面是咱们特色 面可以无限去剁椒 也可以进去 看一下这边 鸭锅 剁鸭锅 佳河那个店也是我们家的 我好我记得在那个吃柜 对 佳河广场是总店 佳河广场也有个店 对对对 你之前没吃过的话 你会尝尝金鸟鱼 成了 那给我来个这个锅吧 你给我加个靶子肉 加个牛肚吧 加个肥肠 好 一会给您加面 啊 加面里边吧 对 好 77号 开始拿瓢吃 好呦 靶子肉 加分一下 分一下 嗯 这是肥肠 豆排 拿的比较吃 吃面不是蒜 香味不是少一半啊 放气呢这是 一碗剁椒面 再来一锅 金汤鱼 先把蒜准备好 把这肉 这是肥肠 然后呢 是我们两个分了分 一份牛肚也是两个人分了 标配是给送一个卤蛋 辣椒 它这个辣椒特别好 是香不辣 确实挺香 挺软 主要是不腻 这个瓢筋有点大是吧 这肉吃 它这面还管饱 是吗 嗯 如果加点吃 需要配的卤蛋 你看这颜色有油的卤蛋 牛肚 肥肠 金昌鱼 这肉 确实 是鲜的 但是吃面拿个瓢吃 太过分了 每人上个瓢是吧 所有人全是瓢 嗯 对 全都是瓢 它这只论瓢不论玩 一瓢 一瓢面 吃饱了 也喝足了 面管饱 卤子也管饱 怎么着 挑战一下 拿瓢吃面的感觉